欢迎各位姐妹平安 愿神与你们同在 愿神赐福给你们每一位 非常喜乐能够来到牧藏娘堂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来 每次才都看到你们不断的更新变化 越来越有荣耀的教会的样子 所以我心里也是非常喜乐 看到志强牧师在你们中间 因着你们的扶持 陪伴 鼓励 打击 加油 也越来越强壮 感谢主他们在你们的面前出入 也都成为你们的榜样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看到我们的学生 在建立教会的过程 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大家一起能够来建造荣耀教会 这是我们老师们最喜乐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真的在看到志强牧师他们的夫妇 在这里我们真的非常喜乐 看到你们我们也很喜乐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神学院 现在搬到新的地方 也是因为大家更多的祷告和扶持奉献 所以我们才会还有这样的恩典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张 就是我们在去年七月 我们正式从林阳山庄迁到台北戏谷 这是在我们的新店的捷运县的一个大平宁站 如果你要到我们的学校就去在大平宁捷运站 对面就是台北戏谷两栋大楼 我们就在一栋大楼 在四楼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为什么说非常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为着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能够发展这个神国供人训练 已经祷告很久了 祷告很久了 感谢主神就给我们预备这样的场地 这个场地非常宽敞 将近有九百坪的一个场地 那你要知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都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恩 因为免费让我们使用 不是我们买到 是恩典 所以这真的是充满到太大太大的恩典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的感觉就好像发生车祸一样 整个大脑震荡一片空白 然后想说这是真的吗 后来发现是真的 难以自信的神迹 这是难以自信的神迹 所以在这里真的感谢主 也谢谢大家多年来为我们 领阳神学院的观金绑道跟奉献 在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 所以我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结构 这是去年二十五周年 我们1990年我们成立领阳神学院 然后去年二十五周年 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孝庆 有很多人来参加 那这是我们的大会堂 可以做三百多人 整个孝庆是非常的荣耀 神的荣耀彰显在其中 那我们的接待大厅呢 也是非常有气氛的 那谁有气氛就是 它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的氛围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的 接待大厅的墙上 它有这样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 是神的启示 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画在这个墙上贴起来 那这边它就是呢 从神的心意 这个地方就是写的 我启父 你们岂不知我应当以父神的事为念吗 从这里啊 从这个柱子开始这边 然后一直延伸过去 那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地方 原来的名字叫做卡沙米亚 那卡沙米亚这个字是意大利文 它的意思是my house 就是我的家 那在圣经里面呢 称作my house 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雅各在伯特利天梯的启示里面 神说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店 这是什么店 这是什么店 那另外一个是在耶稣 他在圣经里面说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那一个原来的原文是说 我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吗 所以这是my house 所以呢 我们是从父神的家 从父神的心意开始 然后就一直随着圣灵的水流 那这些波浪代表圣灵的水流 在历史历代神所做的工作 而我们临阳神学就好像这只老鹰一样 那这个是心己发光 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第一节第二节 那里讲到神用这个经文 跟我们临阳神学立约 就是我要祝福你们 让你们能够心己发光 自小的要加征千倍 也微弱了要变为强盛 所以我们就好像老鹰就飞在 圣灵的水流里面 然后我们也像一条船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人从各地 来到我们这边接受训练 无论是全修生选修生 或者进入国度理教学院里面的各样的训练 他们是开往世界各地 然后在不同地方下车下船 然后他们就成为影响那地的神国的工人 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临阳神学院 已经发展了国度理教学院里面有七个学院 去年刚成立的就是这个艺术美女学院 那在这里我就不多说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神的恩典实在是不够丰富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简单 看一下我们的教室 那当然就比以前好很多 我们这个整个设备都是非常的细腦 那整个录影录音还有整个桌椅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宽敞舒适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大会堂 这是我们的大会堂也是非常的棒 那这个以前是一个游泳池 游泳池 现在变成大会堂你也看不出来 以前是游泳池 非常大可以装三百多人 所以以前是健康中心 可以很多人在游泳 现在圣灵的水流充满在我们会堂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的图书馆 哇 免人免患 对不对 这个志强牧师流口水了 我太早毕业了 我应该这个时候来图这个地方 欢迎回来重修 所以他以前都是我们的山庄都是比较矮 所以比较有压迫感 这边都非常挑高的 很宽敞 舒畅 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恩典 好 那这是我们的快散报家音 我们在那个科技大楼 台北市不是一个科技大楼 我们在市楼 那我们去年圣诞节 就我们的神学生就在大厅快散报家音 因为我们希望神报宫签到那边 不但是让我们宽敞的家庭 而且影响那种大楼 有职场宣教 有职场的课程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今年开始职场的讲座 一开始第一堂就有11个职场大楼里面的这些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他们就来参加职场讲座 所以我觉得神把我们签到那边 那种恩典很大 就是让我们好像从修道院 变成电影院 以前在三教堂的书道院 就是我们是在教会内部里面 我们自己在那边有所成长学习 现在迁到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在职场大楼的科技大楼里面 我们在那边我们训练过来 所以就更加的能够与这个世界相接触 以至于我们希望能够成为 真的影响职场的神学院 好 这是非常宝贵的 那我们的神学院两个科 一个是神学本科 神学本科好像一个葡萄树 我们连在这个使命神学的知识上面 然后我们有三个很重要需要整合的 就是福音的真道 灵恩的能力跟灵术的生命 能够训练出生命、生活、工作、团祭 学士、服事、平衡 我们希望能够训练成平衡的功能 然后能够影响整个时代 另外我们有莫林智商科 我们也是把上方面整合 心理智商、内在医治 跟属灵操练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专业能力整合 在健康的、对的神学科技上面 我们能够发挥在牧区、在社区 还有在灾区的影响力 那提升牧区的牧养能力 在灾区里面 譬如说去年的巴仙城暴 或者是这次的地震 其实有很多我们训练的这些 牧林智商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结业了 他们就去到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 确实对灾区的心灵的重建很有帮助 那在社区能够让教会更有这个触角 可以办很多的不同的讲座 能夺回属灵的天空 这是我们成立的目的 那他就是礼拜一上课而已 所以一天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 所以很多人都来读 到现在第五年 现在是第四年结束 然后第五年开始操生 我们今天短短四年就一百多的学生 那最美的从高雄 他是每个礼拜坐高铁来上课 这是让我们感动 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就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一方面先让感恩 一方面我让大家知道 神在我身上 有很多要做更大的事情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的智商室 就是训练牧林智商的工作 他们可以好好用这个 那我们去年也成立了台中飞院 在刚刚干好的台中 东海里面在那边 另外我们台南戴隆 刚刚就发生地震 在那地区 他们还正在干 所以还没有干好 那是台南飞院 那他们已经开始招生了 所以呢 台南飞院跟台中飞院 去年都已经开始招生了 那感谢主 都已经有十几位的学生在那边进行 好 我们要来祷告 祷告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的这个县生研讨会 是在4月17号 礼拜天下午2点半 在台北西湖的那个四楼的教室 所以呢 如果你们中间对全职蒙召 有兴趣的 或者历经很清楚的 我们欢迎你来 那你想对木林之章有更清楚的认识 你除了上网之外 你也可以来听听看 所以这4月17号的下午时间 欢迎大家对我们神学有负担 想正多了解的 你们可以来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 木师那里 我也有两份 一个是 这一个 照先简介 就是你想要来报考我们神学院 可以看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的DM 就是介绍我们的神学院的一些特色 所以这两份资料 我都放在木师那里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更多认识 可以去跟牧师拿这样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料 所以你们都可以上网去看 好 我们现在就一起 我们来为神学院来打 今天是神学主日 求主恩带我们三方面来打 第一 为我们有新的老师 特别是男老师来打 第二 为我们未来学的发展 能够更加的 能够在时代的挑战里面 能够有好的发展策略 另外第三 让我们行政团队 能够在整个行政的提升 包括教训 包括企划 包括企划 包括我们的媒体的能力等等 我们需要提升 所以请为我们打荡 我们一起开会来打荡 主啊 是的 我们来仰望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今年 主啊 在你面前 主啊 签到心愿以后 我们要开始这样的招生的工作 主啊 求你今年 主啊 把更多的学生 量多 持优的学生 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 主啊 我们今天招生蒙你的恩典 主啊 比往年更多更好 主啊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 求你赐福给我们的道生 也赐福给我们需要男老师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合适的 能够 主啊 跟我们一起同工的男老师 能够赏赐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教师的团队 更加的坚强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行政的团队 让我们行政团队在里面前 在各方面的提升 无论是教育系统的提升 企划 官网 主啊 许许多多的新媒体 主啊 带你给我们提升的方案 主啊 求你人员不担的供应我们 让我们在整个远近教学的平台 在整个 主啊 建构 主啊 训练的平台 都能够越来越现代化 也越来越满足全球各地 许多的呼声 主啊 求你大大的使用 也赐福从我们学校演成出去的 很多的国度领袖学院的 主啊 每一个学院也都蒙你的恩典 都能够看到许多人进来接受训练 也能够出去能够影响这个社会 能够宣扬你的福音 能够建立你的教会 能够扩展你的国度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 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神的话 那我们请这个读圣经的时候 请我们的PVD的朋友 帮我按一下圣经 因为我们要专心读圣经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呢 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 做我们的圣经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看这个PVD OK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众太太 当听我言 远方的宗明啊 留心而定 自我初态 耶和华就寻找我 自出母父 他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头无法带高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对我说 你是我的武人以色列 我必定你的荣耀 我却说 我到若是乌兰 我尽必是虚无虚空 然而我当得的理 立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识立在我神那里 耶和华从我出胎 造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亚克归向他 使你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 看我会尊贵 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现在他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亚克众之派复兴 使你色列中得宝权的灰 我还要使你做外方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每一个主日 主啊你的百姓聚集的时候 就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刻 主啊你说你的话像大锤一样 是能够打碎所有的石头 主啊因此我们奉耶稣的名 主啊恳求你的话现在打碎 我们心中所有拦住的旨意 的石头现在全然打碎 不能够拦住我们 主啊你说你的话像大火一样 主啊是能够烧掉一切的杂草 主啊求你现在用你的火 透过你的话烧掉我们生命中 所有的杂草 让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纯净 主啊没有拦住你的工作 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像大锤打碎一切的石头 谢谢你的话像大火烧尽一切杂草 让我们生命在你的话里面更加的纯净 更加的乐意来遵行你的旨意 主啊愿你的圣灵高摩你的仆人释放你的话语 愿你的百姓柔软我们的心 用信心来领受你要栽种的到 叫你的话语没有突然返回 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成就你的话语所要做成的工作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 思想这个题目叫做磨亮的剑 那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呢 除了在经文里面出现磨亮的剑之外 其实最主要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神是射箭高手 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手中 理他都成为一支剑 要来遵行他的旨意 射中他的目标 所以既然神是射箭高手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手中的剑 目的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 射中他的目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今天的经文其实是讲到耶稣 祂是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刚才念的是谈到耶稣 谈到这位弥赛亚 那么在西伯兰书 他特别用一个经文讲到耶稣 他来到人间 他用这样的话说 我来了 你为我预备了身体 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他带着他的身体 他来到父神的面前说 我要遵行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一样 今天主他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他要使用你我 成为一只魔量的剑 能够射中他的目标 这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我来到这里 我看到这一个我很感动 你们有一对夫妻 叫做千威跟真秀 在我们中间吗 有没有在我们中间 在自食的教会 在自食的教会 他在你们教会里面 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们要拆败他们出去 应该是这样的错 我看到这一个 我就心里很感动 所以我来到政治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像神手中的剑 射到哪里去 巴基斯坦 他们的对象是谁 穆斯林 这些百姓 所以你看你们的教会 已经有这样在做 就是已经看到弟兄姐妹 他们在神的手中 他们带着他们的身体 带着神要给他们 射出去的使命 他们从教会射出去 要射中神对普世万民的心意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题目 用魔量的剑 那我们知道魔量的剑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要先选剑 然后我们要魔剑 然后我们要射剑 我们才能够达到 神要我们达成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方面 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第一个当然是选剑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到魔剑 第三个会谈到射剑 我们先来看选剑 那选剑不是靠自己选 是神选我 所以第一个你要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 谈到这个身份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了解 从神的工作来说 我们有两种身份 第一个身份 就是我们地上的身份 第二个身份 就是我们天上的身份 那地上的身份 是跟人的选择与专堂有关系 天上的身份 是跟神的选招与恩赐有关系 就拿我做例子来讲 我以前在台大医院 我在病理科当主治医师 我在那边当台大医学院的讲师 然后我在那边拿到 病理学的博士学位 那这是我地上的身份 所以我的名片上面 一定会印上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 台大医学院的讲师 然后是病理学的博士 这代表了我地上的身份 那是出于我的选择跟我的专长 我选择要读医学院 我选择要做病理的研究 我选择要拿到病理学的博士 这是我可以做的选择 这也是我的专长 但是你会发现 我现在不是做这个事情 就是好像神介入在我的地上的身份里面 然后把我换到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天上的身份 所以现在我是在神学里面当院长 那我以前在医学里面 是训练医学生以后要当牧师 那现在我在当医生 我现在在神学里面 要训练神学生当什么 当牧师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从地上的身份变成天上的身份 我工作的内容有改变 以前是训练医学生当医生 那现在训练神学生当牧师 所以你会发现 对我来讲 我必须要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 所以我需要找到 这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不是一下子 你就能够找到 这也是神一步一步的代理 你才能够找到 那有些人可能不是像我一样 有些人他地上的身份 他地上的工作 就是他天上的身份 就是他天上的工作 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必须离开医院 然后才能够服侍神 有些人他就是在他的职场 他就是有带着他的专场 他就在那一边蒙神选招 他就在那边为主作见证 影响职场 甚至在职场进行宣教的工作 那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样 就是不论是像我一样 离开地上的身份 然后到天上的身份 或者地上的身份 跟天上的身份 融合在一起 没有分别 我们都需要清楚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 很可惜有些基督徒 他只有在地上的身份 他没有天上的身份 他以为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做这个 然后他也没有领受神的选招 他只是每一天过一样的日子 然后跟世人一样 养家活口生孩子 然后看孩子长大结婚 然后就变老 你会发现 大概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生的过程 那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 那就很可惜 我们只是在地上的身份里面 却没有跟天上的身份 有任何的连结 我们找不到自己属天的身份 这是非常危险的 等于是你虽然是基督徒 可是你活的却没有像基督徒 找到属天的身份这样的一个生活 这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找到自己属天的身份 是这么的重要 那第一点 我们就要清楚神的选招 我刚才有讲过 天上的身份跟地上的身份 可以是分开 可以是融合 而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清楚神的选招 那今天的经文很清楚 告诉我们这一点 那今天的经文 他是讲到尼赛亚耶稣 我们看第一节 中海岛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鸣流星而听 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招我 自出母父 他就提我的名 你们注意到 这个主的仆人 这位迷赛亚 这位耶稣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招 所以他清楚 你总知道他清楚 他有两方面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是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确信 这是神的选招 首先第一点 他说 中海岛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鸣流星而听 他非常清楚 确信到一个地步 他要中海岛跟众鸣 来听他说话 说我就是这样的人 有点像如果是用我的身来讲 假如我现在 我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 目照临阳堂的弟兄姐妹 台北市的众市民 你们要听 我现逢中 已经离开台大医院 现在成为临阳神学院的院长 专门训练神博的功能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种 不是只是跟一个人讲 而是对宣告这么大 他们都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是迷赛亚耶稣 他要做的 不只是以色列要讲 纵海岛 是地中海的纵海岛 远方的东西 包括世界万族的人 都要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有一位迷赛亚 经历父神的选招 要来到人间 这个就是他非常地清楚 确信这件事情的发生 你有没有办法这么清楚 确信地跟你视作人 想说我就是 蒙神选招的这个人 就是我 这是第一个 他那么清楚 是对宣海岛 跟远方的作用 第二个他很清楚 是说自我出台 那耶稣王就选招我 自出母库 他就替我远 意思说 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就很清楚地知道 神已经选招他了 对耶稣来讲 他是从圣灵感应而生 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 他早就知道 他是要来做王的 因为天使已经这样宣告 玛利亚 你所怀的胎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来做王 他的国权 世代无强 所以你会发现 对耶稣 对这个 迪赛亚来讲 他自出胎 在战母库中 就已经选 蒙选招 然后呢 神已经提他的名 因为他的名字 早就被命 他的名字叫做耶师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 这一位迪赛亚 他给我很清楚的榜样 就是他非常的确信 清楚他的护照 他的选招 那我就是要挑战大家 你现在清楚你的选招 那这个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呢 我们知道 大卫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清楚 知道神在他身上的选招 可是他后来知道 他在诗篇139篇 16-17节这样写 我们一起来念 我未曾经的体质 你的眼罩你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三位 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 神啊 你的一年 向我何等报备 其数何等重夺 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 他真的 很感触很多 对不对 他以前是牧羊人 那后来呢 因缘际会 他就变成 扫罗王的侍卫长 因为他打败了皇克里亚 那后来呢 他又被追杀 变成游浪狗一样的人 变成雅度兰洞的洞长 就是这样子 后来呢 他才坐在以色列的 君王的宝座上面 所以对他来讲 他人生的遭遇 从牧羊人到侍卫长 到雅度兰洞的洞长 然后到坐在以色列 君王的位置 注意到没有 他其实回覆起来 他就发现 哇 神对我一生的代理 实在太奇妙 是我没法测透 所以他就写了说 我未曾经的体质 你的眼罩一看见 我在世界上还没有度一日 你所定的日子 都写在什么 我会发生这些桌子 在册上都会写 换句话说 你我 每一个人 在妈妈肚子里面 其实你的人生的剧本 其实都已经写好了 在神的那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有一天会变成牧师 我有一天没有想到 我会变成神学院 我在地上的身份 只告诉我说 我自己选择独一学院 我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跟期许 对不对 这是我 但是呢 在天上的那个册上 他的剧本是写到三十八岁的时候 谢宏中会离开台大医院 会去读神学 后来会回来做神学院长 这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成为神学院长 在我的计划里面 没有一个计划是这个计划 例如说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我现在居然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就是他讲的 在他的策畅我不明白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能保贵 其数何等众多 神的意念 我们不太了解 但是呢 对大外来讲 他说 主啊 我一定要更多来明白 你那保贵的意念 你的意念对我何情而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意思是说 神的意念对我每一个人 都是像海边的沙子 这么多的意念 所以你没办法摸清楚 神对你的意念是什么 特别是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选招的性上面 现在我明白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不明白没关系 因为本来就不容易明白 但是我们要跟大外来 主啊 你的意念对我是何等宝贵 虽然树木像海边的沙子这么多 但是求你向我显明 我在属天的身份上面 要完成的工作的事上面 求你向我显出你宝贵的意念 这是你可以祷告的 因为神定要使用你 在地上成为他手中的剑 要射中他的目标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这样子来祷告 我相信你这样的祷告 神一定会嘴听 神一定会带领 你不要怕这样的祷告 你越怕这样的祷告 神越会带领你进入你所怕的地方 我绝对不会成为传道 你一定会成为传道 我绝对不要去非洲 你一定会去非洲 我告诉你 神常常开你的玩笑 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让神能够 以祂的主权介入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不要一开始就设定 我们的条例说 主 你这个不能碰我 那个不能摸我 这是我的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结果神就很幽默 对不对 我本来我的计划是什么 做主治医师 然后接下来当博士 然后做教授 然后做主任 如果还可以做院长 最好 神说不用那么麻烦 现在就给你当院长 这样 所以我就很早就当院长 我突然间四十岁做当学院院长 是最年轻的院长 一般院长都要到五六十岁 很大 结果我成为这个很年轻的院长 这样了解我意思 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我就是神都知道我有虚荣 就让你满足一下 这样了解我意思了吗 所以你就要好好祷告 寻求神对你宝贵的意念 这是很重要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神可以跟你讲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关乎 你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 佛亮的见的一个非常重的 这样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保罗 保罗在加拿出一章十四到十九 我们前面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学者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更新 然而他把我从母父里分别出来 又是造我的事 有没有看到 保罗原来的计划是什么 当一个伟大的拉比 因为他的老师很厉害 他老师叫加玛烈 是当时第一流的拉比 他跟第一流的拉比 他当然要做第一流的拉比 甚至他里面可能有个包吹说 他比我老师更优秀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起来原来计划 就说我就是这个计划 所以我在犹太教中 我比本国许多同学的人 那些年轻人 我比他们更有长进 在我祖宗的地方 我更有热心 所以他真的充满了 这样的一个热情 奔向他们的梦想 可是神就介入 对不对 神在他我大马射的路上 耶稣荣耀复活的 主向他写见 他就开始突然过来 把他肉眼瞎了 他的心也就打开 他就听见神对他的呼召 要拆遣他成为外邦的使徒 要在君王的面前 要谈到耶稣的救他 所以呢 他就开始 所以他在这边讲说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 又招了神 成就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计划 那这个是什么 很特别的计划是 保罗以前不知道的 可是很奇怪 但是保罗说是从母腹中 就怎样 就被分别出来 哪有 哪有 保罗哪有在母腹中 就被分别出来 应该是在往大马射路上 然后蒙出大光 然后他就悔改 然后他被分别出来 做外邦使徒 应该是在大马射路上 可是他说在母腹中 为什么 因为保罗他是犹太人 他知道大魏所写的 我们的事情 在母腹中还没有度过一日 我们的神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他还没有 然后他写在他的这种侧上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神的侧上都已经清楚知道 保罗他会在我们大马射路上 就怎么样 就会遇见主 就会被改变 所以在母腹中 其实神都已经知道 所以说从母腹中 就被分别出来 只是保罗我不知道而已 在母腹中 我就被分别出来 要做神学的院长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这样知道的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这就是我们天上的身份 那你也要找到这个天上的身份 那这个要有神的选招 不是你自己选择 是神所选择 是神所呼召的 那是跟神的意念有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寻求神的宝贵意念 听见他对你的选招 然后你就可以对旁边说 现在神已经选招我了 你们要听了 我现在要去了 了解我意思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说你是非常确信 非常清楚 我想这样子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 它不是让我们骄傲的事 它是让我们成为神的独人 也就是说我们清楚 神的选招 不是要让我们成为 好像很骄傲的人 不是 它是要成为神的独人 大声地跟四周人说 你们看 你们听 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骄傲 它是一个宣告 宣告说 我要成为神的仆人 所以这边讲说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的荣耀 所以所有我们主耶稣的门徒 神的百姓 我们不管你现在 或者将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仆人的身份 我们做主的仆人 主会分配很多事情给我们做 就好像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扣因控 有些人管的跟光 有些人在接拜 他们都做我的仆人 都做主的仆人 但是做不余的工作 但是目的就一个共同 就是叫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音控同工 它在这里虽然是叫后方音控 可是它是叫神而荣耀的音控同工 我们招待 好像是在做招待 但它叫神而荣耀的招待同工 了解我意思 每一个人都是叫神的荣耀的 没有一样工作 在神的眼中是不重要的 因此我们都是成为神的仆人 都是叫神的荣耀的 那这个神的仆人 他有怎样的特色 我们看到第二节说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个人成为神的仆人 就是有这两方面的描写 第一个就是我们口如快刀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这个第二节讲的是说 这个仆人是要成为先知的职份 他是以主的仆人做先知的工作 那这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一样的 你说我又不是先知 你是先知 什么时候你是先知 你就是传讲耶稣的话就是先知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启示 你把是福里面 耶稣的话说出来 你就是在传讲启示 因为那是耶稣说的 耶稣是父神在地上最高最大的启示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传讲基督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做先知的工作 你知道的意思吗 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说 我不是先知 我不像那些先知人 他们都会领受的 我都没有 我说你没有没关系 你传讲耶稣就是先知 为什么 因为先知是奥秘 耶稣他是一个奥秘 你传讲耶稣就是传讲神的奥秘 那神的奥秘 你透过耶稣 掌典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都是先知的指纹 这个是真的 所以呢 我们看见圣灵交换下来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先知 少年人要见什么 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神的仆人师你要说预言 异象 异梦 御言是不是先知性能物 是啊 所以你怎么说你不是 所以整个教会 是在圣灵的交换之下 进入一个先知性的话语的传讲里面 那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因为圣灵交换下来你就会 一百二十个门徒 圣灵充满他们就说 各地的相谈 谈论神的大众 神的大众就是耶稣 神的大众 所以他们好像先知 在那里发育人一样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可以 你可以 那但是你有条件 第一个 口如快刀 口如快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代表神的话语 像两个的利剑 他是带着穿透的能力 能够叫人生命 在神的话语里面 看到神的光 他会有一个真实的回转 能改变 所以那话语不是做参考的 所以那话语说出来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转化我们的生命 所以口如快刀是这个意思 就是神的话语的大能 能够改变神命 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主的仆人 无论你在职场 在哪个地方工作 你我就应该在主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要好好地读圣经 要好好地了解圣经 要好好地在圣经跟神学的根基上 打下基础 你才不会被这世界的潮流 世界的思想所影响 晃来晃去这样子 所以口如快刀是讲到这意思 所以这是主的仆人 就是要口如快刀 那我常常会提醒 那些神学生或者丁律学生说 口如快刀不是说 夫妻吵架的时候 拿出刀来回信一刀必命 你这个丈夫 你都不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口如快刀告诉你 做丈夫的就是要为妻子舍命 你都没有还打我还骂我 一刀必命 妻子说什么 妻子也是一样会拿刀来 对不对 他也照样会说你啊 对不对 你怎么样 这样子讲我 我也要这样讲你 你都不顺服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丈夫讲妻子不顺服 妻子讲丈夫没有还 就是口如快刀 两个都抄起来 然后两个都骗你临上 然后到最后不办理善 那我要讲的是口如快刀 不是这个意思 口如快刀是讲到 你说的话是带着神的能力 因为神的话语在你里面 先改变你的生命 你的话语 就会改变别人生命的能力 你若不先让神的话语 改变你的生命 你说的话 没办法改变别人的生命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神的话 具体话说带着能力 是因为那一个人 他愿意让神的话 先成就在他身上 所以玛利亚 他就是让神的话 先成就在他身上 我是主的使女 愿你的话 神的话一成就在他身上 那神的话一成就在他身上 神的话就带着能力释放出来 这一个话语 就是道成肉身 成为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道成肉身 让那神的话 显明出来的具体的表现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个是口如快刀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 要磨练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 魔量的剑是神的夫人应该做的 魔量的剑 那魔量的剑是代表 神射的剑的时候 他要能够磨得很力 然后射中目标 那这个射中目标 是要很锐利的才有办法 你做很顿的话 射到他就要跳在地上 所以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 因此呢 魔量的剑也代表了 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要被神修剪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 被磨得越发的锐利 以至于我们说的话 能够带来影响力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综合讲一下 就是这样 神的仆人啊 传讲神的信息时 要知道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如同快刀利剑 能穿透各样的障碍 攻破各样的营垒 神的秘密 你跟我可能不一样 我是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你可能在职场 在工作 在学校 在监狱或在医院 或在很多地方 你做主的工作 你是主的仆人 但是你要有主的话语 你不一定要像圣经的学者 这么的宝学 但是你要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在你身上是大有能力的 改变你的生命 然后你会发现 当你的生命被神的坏 改变的时候 你同样的拥有 能够攻破各样的营垒 能够让人样的心意 能够回转各样神的 所以呢 这就是保罗说 我们真的的兵器 不是属于血气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各样的坚固的营垒 把人心夺回归下耶稣基督 成就神的命令 所以呢 每一个人 我真正鼓励我们每一位 每一个人都需要真正的 我们好好地在神的话语上下功 让我们口如快刀 让我们成为魔料的剑 能够成就神的工作 不管你做怎样的一个 主的仆人所做的工 性质不一样 但是唯一不可少的就是神的话语 要在你的工作里面要出来 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 草壁枯干 花壁凋零 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长存 这是每一位主的仆人 必须清楚认识 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选剑 第一个是选剑 第二个是摩剑 摩剑 摩剑是什么意思呢 摩剑是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 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 那弥赛亚 他在这样的一个 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里面 他让我们看到 两方面我们可以学习 第一就是从灰心到信心 那为什么说从灰心到信心呢 因为今天第四节经文说 我却说我劳碌是图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我当得了理 必在耶稣那里 我的赏识必在我神那里 好这边我们看到前面是灰心 后面是信心 也就是说 对摩剑来讲 对耶稣来讲 其实他也有灰心的时刻 如果说从人的角度 或者从他的工作的果效来讲 我们看到他有灰心时刻 为什么 他走石架道路的时候 请问发生了事情 否认他的否认他 出卖他的出卖他 对不对 可以说到最后 他是孤单的一个人 走上石架 但那里他看到门徒都落跑 远远的跟着 意思是说 当他在石架 一方面一看 他过去三年多的劳苦 都突然了 完全突劳工 因为所有训练的果效完全不见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容易灰心的时刻 这是一个很真实我们会面对的光景 灰心是怎么造成的 第一个就是没有火效 徒劳无功 那这个是耶稣他曾经遇到的 对 那我就是跟自强牧师第一堂这样讲 如果他来到牧党明堂 他很认真 他很殷勤 他很热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 可是他越热心 越认真 越殷勤服侍 弟兄的前辈的人数越来越少 请问他会不会灰心 对啊 对不对 志强牧师一定会灰心啊 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的认真 来建造教会在牧养群羊 可是好像留不住人 就第一个人在走掉 他一定会灰心 他的劳碌是突然的 他所有的忙碌都是虚空 虚空 你要说志强牧师 你们做小组组也可以啊 你们小组组组织牧养小组 越牧养人越少 有没有很灰心 一定很灰心啊 最后一定提出辞成 禀救相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果效 你知道很多宣教士 在他乡医尼 在回教世界 所以根本就是服侍一年两年三年 根本很少人信耶稣 出了他 很灰心的啊 所以这次必然会遇到 耶稣都无法避免 我们也是一样 另外一个是失去果效 失去果效 就是你终于看到他开花结果 对不对 但是呢 不然一把火把它烧掉了 好像农夫摘中这个土 然后好不然收割 然后放在果仓里面 一把火把果仓全部烧毁了 他终于好不容易看到果效 但是却在一瞬间失去他的果效 这是令人灰心的事情 有没有这样子 可能喔 对不对 很可能我们非常的认真 我们也看到了结果 可是呢 结果却瞬间失去 就好像自家牧师 他很认真地栽种 很认真地栽培大家 不然间有一定 这里发生了大火 把木杖里面全部烧得光光的 我不是在说音乐 我真的要担心 我只是说 如果这事情发生在这里 不然间一把火把它整个 这样就烧掉了 请问你能够灰心 你能够灰心 因为主有没有看过 然后志强 那是一天说 算了算了 神来不喜悦 我再令我几十字 他很灰心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必要会发生的 但是 志强牧师有一个 然而的信心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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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当得的礼 必在耶和那里 我的赏识 必在神那里 这代表他有信心 看见神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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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会掌浅 你知道耶稣被定死掉的时候 看不到神的公义 父啊 你为何离弃我 然后呢 所有人都在嘲笑他 他在被赤楼 挂在石家上 没有公义啊 他是没有犯罪 但是却被当作死刑犯的 来对待 根本就没有公义啊 可是他知道 他知道神是公义的 耶稣所当得的礼 在他的父神那里 他死在石家上 他知道 他知道神的公义 有一天非常的彰显 一定会彰显 因为他会再来 那时候神的公义 就完全的彰显 他也知道什么 神的赏赐 他也看见神的赏赐 他在石家 他看到神的赏赐 对不对 他虽然觉得 暂时被父神离弃 他知道 他第三天会从事离弗 而且他会升天 会坐在父神宝座的友人 他知道这个神 他要赏赐 所以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他为主殉道的时候 请问他会不会灰心 他也会灰心 他也会灰心 他也会在后说什么 众人都离弃我了 没有人站在我旁边来帮助 众人在我身处的时候 尽都离弃我 如果灰心 他说什么 难而唯独主站在我旁边 家庭我一样 所以他有这样的确信 所以他说 我相信必有公义的灌棉 为我传流 意思 意思是我的头可以被斩掉 但是我的灌棉不会失去 你说那他的头被砍掉 他在见到哪有头带灌棉 这个问题 他在见到头都长出来了 他只能够砍掉这个肉体的头 所以我要想说 我们要有性侵 在地上没有头没有关系 在天上没有冠冕 大事大条 为什么 因为灌棉要赐给谁 赐给爱慕神显现的人 是爱他的人 所以你天上没有冠冕 表示你没有爱神 我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我们宁愿在地上没有头 在天上也有冠冕 不要在地上有头 在天上却没有冠冕 这才是大事 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次我们要了解 因此信心就是 虽然我现在忍受冤屈 但是我会知道 我当个人在耶和牌 他可能在我活着的时候 让我看见 他为我伸张荣 但是可能是我死了以后 他为我伸张荣荣 钱贵施起约翰 他死的时候 神有没有为他伸张荣荣 没有 他拜在一个女孩子的手上 就头就被砍下来 到时没有人救他 但是有一天 神一定会为他伸张荣荣 在启示录里讲到 那些卫主殉道人 在靖南下边说 神啊 你神说来伸张 为我们伸冤啊 主说 还有一点时候 但是我一定会为你伸张荣荣 这样了解 所以这是信心 历史历代的宣教士 他们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他们都是这样子来面对 凭着这样信仰 知道他们赏失是大的 赏失大 那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宣教士戴德森 我讲他的故事我就很感动 因为我一边看我会觉得 哇这个真的很合适 来讲给大家听 你知道戴德森 他到中国宣教成立那一位 请问他一开始是很有果效 没有果效 没有果效 他到中国的时候呢 哇 受尽领主啊 欺压 因为呢 他在那边传辟的时候 很多暴徒是被人家交所做 去打他 这个外国人呢 去打他 然后呢 到他那没有地方住 所以他有时候 就要入宿街头 然后他好不容易有地方住 他那暴徒就冲进他家里面 又把他的棋子 抓去打一顿 然后呢 又把他东西 全部抢走这样子 没有果效 他传福音不但没有传多人信主 而且呢 常常被欺压 被淋 那后来好不容易有果效 那是一段时间之后 你知道 他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 没有果效是一段时间的 后来呢 他的两个儿子跟两个女儿 都夭折在中国 那他的妻子也病死在中国 你要知道一个宣教士 怎么能够接受到这样子大的打击 对不对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 生命秘境的磨练 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还有妻子 都死在中 只因为他来到中国内地 要传福音给这些人 真的是有过辛苦 所以我们看到他没有果效 可是后来神赏赐他 让他有很多的果效 而这个果效呢 不得了 在他一九零五年去世的时候 在整个中国内地有八百二十八个宣教士 所以呢 果效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他又失去了他的果效 一开始是没有果效 后来是有果效 但是又失去果效 就是什么时候发生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1900年 义和团事变 杀死了中国内地会的五十八位宣教士 和二十一位宣教士的孩子 对内地会带着非常大的一个创伤 所以呢 那时候真的是 面对生命的非常大的力 要不要撤退 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 后来清朝政府 愿意赔偿 内地会生命财产的损失 但是代表说 我不接受清朝政府的赔偿 因为我当得的礼 在耶和王那里 然后显出耶稣 基督的温柔跟良心 所以他当得的礼 他知道神 既在天上 他会对他宣言 他也看到了他的赏赐 其实你注意到 代表神第二次遇到的 他的挫败就是 他没有看到 只是他过世以后 你知道后来中国大陆 共产党统治之后 1952年 他们内地会全面的撤离中国 所有过去花了这么多 186年成立内地会 到1952年撤离中国 这么长鲜 这么大的火象 现在全面撤退 你说会不会行呢 但是神继续的恩待他们 他们知道神必赏赐他们 所以他们转战东亚 在东亚 他们面对二十几亿的人群 在印度教 仇教 鬼教 很多还没有认识的 他们继续的转交 成立海外基督使团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神也安慰他们 这个使团的团队 虽然大家甚至没有看见 但是这件事情我相信是神的 每一个赏赐 现在大家所看过杭州统一堂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 杭州统一堂是为什么要特别提他 因为他是中国内地位 戴德森去到中国的杭州 后来建立第一间中国的教会 就是杭州的这个统一堂 而且内地位在杭州 有非常大的一个福音的火效 甚至在整个浙江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是所谓的杭州的统一堂 那后来这个统一堂 因为共产党统治之后 他就被当作什么 铁路材料的仓库 跟铁路医院就没有了 不见了 那感谢主 神的赏赐临到他们 所以他们就得到一个更大的利 就盖了这个新的一个杭州的重一堂 是全中国规模最大的教堂 也是全球最大的华人教会 他的会堂 一堂可以做五千五百 五千五百的一堂 那个聚会可以做五千五百 所以呢 真的是神在那边做了很奇妙的赏事的工作 让他们找到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如果盖了这样的好的教会 而且这么多的聚会 然后更特别是在浙江 浙江是中国基督徒最多的一个省份 温州在浙江省的温州 是可以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利 那这些都从哪里 都从代表神那时候 所撒下的种子 到时候就开花结果 所以呢 这是神的赏赐 所以我们看到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从灰心到信心 我们一定要走路 生命的逆境 淬炼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灰心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遇到 怎样生命的逆境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现在生命逆境 家里的工作 有财务 有很多问题的疾病 到这里 这是好消息 就是他锻炼我们的生命 非常好消息 因为他让我们种灰心 变成有信心 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生命逆境的磨练 还要让我们从隐藏到显明 从隐藏到显明 是什么意思 从隐藏到显明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口如快刀 磨练的剑 他要藏在神的手提之下 要藏在他的剑带之中 要藏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 神在磨碩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藏在他的大能的手下 一直说 你被磨碩的时候 你不是孤单 你是在大能的手上 他盖住你的 他是拖住你的 他是在你的手 你在神的手提之下 一直说 你遇到现在生命逆境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人孤单在面对 神大能的膀壁 拖住你的 所以一点都不孤单 同样的 这边讲到说 他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好像在放在剑带里面 没有任何的公用 但是他提醒我们 在隐藏的时候 你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仓促行事 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马上就拿出来之后 你就产生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时间 当神把我们隐藏在一个时刻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没有用 因为那是神的时间表 我们来看一下施许约翰 请问施许约翰他 来到人间的时候 他被藏在哪里 旷边 藏在多久 快三十年 对不对 然后才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我们看到耶稣 耶稣藏得更久 耶稣在创世以前 他跟父神开会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来拯救世人 对不对 在创世以前 主就在基督里拣续了我们 但是到十多门之后 他才来到人间 盗财肉身 或玛利亚神父 所以他隐藏了一个人 所以叫做力士抵抗的奥秘 然后他来到人间之后 他又隐藏了三十年 才出来公开传道 所以你看到耶稣也是隐藏了很久 但是他一旦拿出来 他就如如刀 孔如快刀 又如神手中 我两个剑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 当神隐藏我们的时候 神只要隐藏我们 让我们接受生命的逆境 这是隐藏的时刻 神只要隐藏我们 就是当你愿意被神 放在一个地方 好像很多个人做的时候 或者你被放在神学里面 有三年这样一个磨练的时期 感谢主 好像在神学里面 你接受专门 你都不能做什么 好像不能建立什么很大的事工 可是你那个时候是隐藏的时间 你要知道那是好的 像保罗他在亚拉巴 他也是隐藏的三年 神后来再说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 不要因为神把我们隐藏在 好像我们已经变得没有什么用 好像不能做什么 好像是浪费赦免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你还是神手中磨亮的剑 神在祂的时间里面 祂会把你射出去 祂会让你进入祂的一个命运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灰心 然后在领藏的日子 要相信主 有一天 会把你陷入出来 会影响更多的人 但是不是照你的方式 还是照他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说那个 汪茂甘泉的作者 考文夫人 他的先生 他们都是在远东 做这个传统的工作 非常有火效 后来先生心当病 没有办法承受 就回到美国调养 他以为调养 就回到远东 来继续做船飞工 做宣教工 结果没有想到五年就过世了 好像他被隐藏五年 没有办法再做这个 因为心脏病 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远东 继续的船飞 继续做宣教工 好像很不用 可是 但是 就在这五年里面 他的太太 旁和夫人 就收集了很多这些 这些 充满信心的文章 鼓励 他先生鼓励自己 然后就写成了这个 《光莫甘泉》 《光莫甘泉》的问世 跟他先生被隐藏五年 这件事情是实际上的观点 那先生虽然并没有得好 后来过世 但是《光莫甘泉》 发行全球影响多少人 你就知道 神的方式是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他仍然是带着这样的过效 那这是磨亮的剑 所以《光莫甘泉》 夫人夫妇他们是磨亮的剑 那这是神 他会把他献明出来 照他的意思 那射箭 这是很重要的 那射箭是什么 射箭就是射箭 神被普世救恩的计划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参与在神 普世救恩的计划里面 好 我们看 这个叫双重的使命 双重的使命 双重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耶和华从我出台 他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 他是以色列造他 他的聚集 现在他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种之败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为 尚为小事 我要使你做外方人的归 将你施行而救恩 直到地底 这里面呢 就牵涉到了 双重的使命 这个使命 第一个就是复兴以色列 神对以色列有个计划 是复兴 所以复兴就是 让他们已经亡国了 再次的恢复国家 让他们被掳 才回到地区之地 这是在以色列史 从巴比众的复兴 回到地区之地 然后呢 从网组 从网组 快要 快要 两千多年 他们第一所示范 我回到 回到以色列 再次成立了 这就是复兴 但是复兴 不是只有 回到地区之地 其实复兴 最重要是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 我使他们归回 是以色列到他那里 聚止 归向神 back to the Lord 跟back to the Lamb 都一样 回到应许之地 是现在已经成就的时候 可是回到神的面前 还没有成就 很多的犹太人 回到应许 是其他的信师 远离神的 很多的犹太人 是世俗忘乃 他们回到应许 他们过他们的生命 他们对这位神 更不敬畏 有很多是这样的 只有那些正统的 那些犹太教主 他们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复兴以色列的工作 还正在进行 而我们所有外邦的教会 应当成为 帮助以色列人 回到应许之地的一个助力 也要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眼睛上的帕子 能够因着我们的祷告 圣灵工作上 让他们挪走 让他们眼睛能够明亮起来 然后看见耶稣就是救恩 耶稣就是他命神 所以这是我们外邦的教会 可以帮助以色列 所以呢 以色列非常重要 我们要祝福以色列人 我们必然有什么祝福 这是神学说的 所以这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 应该要承担的这个使命 第二个呢 是做万主的光 外邦的光 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为神恩典的管道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 那我们这些领受生命的光的人 我们要成为耶稣他恩典的管道 所以呢 因为神拆解我们到万主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样的光带到他们的中间 所以我们看到呢 耶稣他对他在行灵的妇人被抓的时候呢 他说的话 对不对 当重量到石头打他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 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他 后来从来到撒基督走 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同时又不要犯罪 然后耶稣讲什么 接着耶稣讲说他是什么 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就不再有这样一种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今天这句话也放在你的心中 你要到世界各地 或者到我们的各族 我们台湾就有很多族 各家的族群 有闽南族群 有新住民族群 有原住民族群 有外町族群 在台湾就有这么多族群 你可以做万主的光 因为你成为恩典的管道 你把耶稣接到他 你可以在职场 你可以在台湾不同的角落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角落 你可以看见神透过你 成为这些人的一个祝福跟亮光 那当然这个工作不容易 所以我们需要双倍的力量 双倍力量是什么 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你要知道 当神肯定我们所做的 看我为尊贵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力量 当你对你的孩子说 你做得很棒 你很尊贵 他其实遇到挫折 他也会觉得有力量 如果他遇到挫折 你一直骂他 你怎么这么笨 这么呆人 别人都不会 他就越来越有力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神 祂如果对我们说 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朋友 一句话 可以胜过上百个你的粉丝 给你按赞 上百万个粉丝团给你按赞 比不过耶稣基督一句 再又重金又良善的朋友 要留意 因为他自己是尊贵的 耶稣说 若人要跟着我 就要服侍我 若人服侍我 我的父必尊重他 没有比服侍人 被神使用的身份更尊贵 我真的要跟他讲 没有比被神使用服侍他的人 更尊贵的身份 这也胜过总统的身份 也胜过董事长 胜过所有以前人的身份 然后真的要说 因为你看 我原来你看 我尊贵是一位明赛啊 他能做神的功 被神使用 所以他是尊贵的 他虽然受羞辱 被挂在身上 可是他 是尊贵的 他被羞辱 不能够除去他的尊贵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 被神射出去 射动目标 我们就是尊贵的 这是我们的力量 另外 神 是我们的力量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 神本身成为我们的力量 是决定 所以呢 我们能够完成双重的使命 只有我们得到双倍的力量 第一个力量 就是神肯定 我们是尊贵的 第二个是神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 在圣灵的高谋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圣灵的高谋之下 我们得到神的力量 因为神的本身就是我们的力量 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去知取的 双倍的力量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了 如果我们要成为磨练剑 第一 我们要找到自己 属天的身份 第二 我们要怎么样 接受生命逆境的磨练 第三 我们要参与在股市救命的计划里面 你预备好 要成为磨练的剑吗 我们低头 我们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透过祂的话 对你说话 现在你把手放在你的眼睛 不要为了眼睛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弟兄姐妹 把手放在眼睛上的时候 我要求你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在我们身上 属天的身份 主啊 我们在地上 有我们的身份 主啊 但是你说 要跟天上的身份 要相连结 主啊 你可以呼召我们 放下地上的身份 接受全新的天上的身份 主啊 你也可以融合我们地上的身份 跟天上的身份 来成就你的工作 主啊 我现在求你 照明我们的眼睛 如果我们中央 还有人不明白 不清楚 天上的身份 求你现在 照明我们的眼睛 看见 听见 你的选招 主啊 因为我们在母腹中 还没有在世上度过一次 我们的事情 都写在你的册上 主啊 求你赐福我们一位 让我们眼睛被打开 我们开始向你祷告 主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其的宝贵啊 主啊 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意念 把那个宝贵的意念向我显明 特别是关顾我属天的生命 主啊 这件事情 属天的身份 属天的工作 主啊 求你 照明我的眼睛 让我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以至于我成为一个仆人 我可以真正的荣耀你的命 主啊 这就是我向你所求的 开我的眼睛 让我能够看见 自己属天的身份 甚至可以向周文说 众海岛啊 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名啊 当听我说 我来了 我带着我的身体 来了 真的 我要遵行 父神的旨意 谢谢耶稣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跟主说 主啊 我生命需要你磨练 我带你你们祷告 亲爱天父 我感谢你 当我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 代表了我们人生所谓 遭遇的各种的生命的逆境 都是为了淬炼我们的生命 成为磨亮的剑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弟兄姐妹 在生命的逆境的里面 主啊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关系 主啊 我们的前面的道路 好多好多 主啊 生命的逆境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我要向你求 把两件事情 放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 第一个 让我们的灰心变为信心 主啊 让我们知道 主啊 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们会沮丧 会挫折 但是然而 我当得的你 在耶和那里 我的赏赐 也在耶和那里 主啊 是的 你是公平的神 你必然会为我生缘 你也知道 我所遭遇的困难 你必然会为我解决 主啊 你帮助我 也知道 我继续的走在你的路上 我必然可以从来得到赏赐 主啊 虽然旁边的可能 不是我的赏赐 因为他们羞辱我 他们欺压我 但是你说 你一定会赏赐给我的 主啊 求你让我看见 你的赏赐 就是 称我们为 又忠心 又良善的路人 你也为我们 预备供应的冠冕 你也倾倒了一切丰盛的祝福 在我们身上 主啊 求你这样子的 拖住我们 生命密集 我们的弟兄姐妹 谢谢耶稣 求你恩待我们 当我们在里面前 当我们 目前这个阶段 在生命令中 不能够 好像很自由的 很多时间来服侍你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能够甘心的隐藏 在你的里面 主啊 当我们隐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那是一个等候你出 拿刀出鞘的时刻 等候你拿剑射出的时刻 主啊 这是一个等候的时刻 因为我们不轻举妄动 我们要在你的时间里面 我们射出我们的剑 主 谢谢你 赞美耶稣 因为每一个隐藏的事情 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让我们学习 在你的手中 在你的时间里面 成就你的工作 谢谢耶稣 所以我们把双手举起来 我们领受双重的使命 跟双倍的力量 我要大家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开口来祷告 一个是复兴色列 一个是做万主的光 一个是神的称赞尊贵 一个是神的力量 哈利利亚 主啊 当我们举起双手的时候 主啊 我们向神说 主啊 主啊 让我 主啊 能够参与在你普世 救恩的计划里面 主啊 你的普世救恩的计划 主啊 包含了你所爱的 全民以色列 也包含了你所爱的万主 哦 主啊 让我主啊 参与在复兴以色列里面的时候 主啊 能够帮助更多以色列的人 主啊 让他们够 同繁定取之力 也让他们在你面前 主啊 能够回到你面前 主啊 真是耶稣基督士 哦 主啊 求你开他们的眼睛 哦 求你除了这样的蒙蔽 哦 主啊 求你当他们在你面前 主啊 有一天你回来的时候 他们真的要仰望他们手所扎的 他们要说 和善那和善那 奉主你那个王姓当成送的 主啊 求你大胆赐福以色列 让以色列在你面前 主啊 他们能够蒙你的拯救 主啊 以色列全家要信主 哦 主啊 要赞美你 哦 主啊 是的 求你复兴以色列 哦 求你做工在万主的中间 主啊 你使用我们 主啊 你让我们能够把你的世界的光 主啊 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 从你恩典流通的管道 哦 使用我们看到主啊 生命之光 主啊 能够照在许多黑暗的地方 哦 主啊 这个世界活在最后的瑕疵里面 主啊 哇 万民就活在最后的捆绑中间 活在拜偶像的黑暗权势里面 主啊 哇 又要遮盖大地 黑暗遮盖万民 但是你要兴起发光 主啊 你要使用我们 主啊 把你的光带到他们的中间 哦 主啊 因为你使用护照你恩典的弟兄姐妹 主啊 让你的光能够点燃在我们的职场 点燃在学校 点燃在家庭 点燃在监狱 点燃在医院 点燃在医院 点燃在社区 哦 主啊 这世界需要你的光 哦 主啊 我们都是主啊 在你面前成为世界的光 哦 把你生命的大光照耀在南地区 哦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让我们在主啊 发光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 主啊 你会肯定我们 你会主啊 帮助我们说 主啊 主啊 是的 你生又中心又良太的仆人 哦 主啊 看我们为尊贵 主啊 没有比被你使用的更尊贵的人 哦 主啊 我们愿意被你使用 主啊 我们就是尊贵的人 主啊 我们也相信当你使用我们的时候 你的力量会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身上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哦 主啊 主啊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拦阻 我们能够完成你的工作 哦 圣灵啊 愿意现在浇灌下来 主啊 让我们现在领受圣灵厚厚的浇灌 圣灵啊 烈烈而降 烧在我的身上 烧出满腔的热情 主啊 烧出主啊 完成你的心理的热情 主啊 现在烧起来 烧起来现在 主啊 在我们的中间用点热火 烧在我的中间 主啊 圣灵的火 怎么样烧在120个门族的身上 现在烧在我们的中间 每一个中间身上 现在烧起来 哦 主啊 圣灵的能力 哦 现在护披我们 教授我们 充满我们 高盲我们 哦 主啊 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手中 都成为魔量的剑 主啊 能够射向你的目标 主啊 我们感谢我们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哦 继续的做 继续的做到目的压堡 有更多人被你射出去 有更多人 主啊 能够看到你的目标 你的心意能够达成 哦 主啊 是的圣灵啊 求你来工作 大大的工作 大大的工作 大大的充满 大大的充满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最后 我们请 基本上带我们唱 佛音诗歌 我要邀请我们中间 如果你今天 被圣灵感动 或者以前 你有被感动 就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或者你有跨文化宣教的感动 我要邀请你走到前面来 等下我们唱这首佛音诗歌的时候 我邀请你 从柜上走到前面来 我们要一起为你报告 所以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